惊恐探头对准的地方是一趟班车的上车点 所以很多人都在这儿等车 当然这儿也就成了小偷经常光顾的地点 一大早到八点多钟 这个穿件黑色外套的小偷就窜到这儿手着了 瞄了一圈之后 小偷盯上了一个背着包的小伙子 趁小伙子从他身前走过还没站好 小偷迅速出手 用一把镊子往小伙子的口袋里夹手机 作案过程当中 小偷根本没把周围人放在眼中 专注地夹着 一次不成他又来第二次 这次终于得手了 可就在他用镊子夹着手机放自己怀里藏的时候 手机居然从镊子里掉在地上 这下子小伙子也发现了 赶紧过去把手机又捡了起来 直到这